周末谁让你在这里加班的 我不看监控 我都不知道你来公司了 小月 真的你忙完了 刚忙完 我早上看见你出门了 然后我一个人在家 你又没有什么事情干 然后还有好多东西都不懂 所以我就过来学习学习 嗯 都好好休息 不要给自己搞点事 那周末大家都放假了 你怎么还来公司加班呢 我前几天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这几天得抓紧时间 把工作干完 我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办了 什么重要的事 哎呀现在不能跟你说 到时候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刚才我看见你的办公室 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姐姐 你们两个在谈话 所以我就没有进去打扰你们 她是谁啊 漂亮的小姐姐 哪儿呢 就刚刚在你办公室的那个 我怎么没看见啊 跟你开玩笑的小月 就我一个朋友 我们商量一点事情 什么事情 哎现在不能跟你说 对了你工作干完了没有 干嘛 干完了陪我出去上菜 现在去啊 现在去 去了 哎你先不要问你跟我走就 你跟我走就行了 那我需要代谢什么吗 什么都不需要带你跟我走就可以了 走吧 张哥 嗯 我们到底去哪里啊 这么着急 你待会去了就知道了 咱们这次出差 你责任重大 一定要好好表现哦 嗯嗯那咱们出发 好 张哥 嗯 开了这么久的车 我们出差的地点就是这里吗 是啊就是这里啊 这是哪里 这是 成都的宽窄巷子啊 来这里干嘛呀 当时 当你来这里旅游啊 这不刚好 七天 国庆节的小长假来了吗 旅游 对啊 前几天我太忙了 都固执不上你 让你受委屈了 这不趁着小长假 带你出来玩一玩 张哥你也真是的啊 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你好不容易有个假期 你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啊 我在家里给你做点好吃的 你看你前一段时间忙 都受成什么样子了 小月啊 我跟你说 咱们俩现在还没有结婚 等以后将来咱们结了婚 生了小宝宝 咱们就没有时间出来逛了 到时候你想出来 都出来不俩 有孩子把你束缚住了 是不是啊 是 所以你今天的任务 就是什么工作也不要想 什么事情也不要想 就安安心心的体验一下 成都的慢生活 走吧 和我一起 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茫茫人海 相遇不易 相爱由难 而命运的奇妙 让我邂逅了眼前的这个女孩 从初见识的心动 到相处中的温柔 她如同璀璨星辰一样 照亮了我的生活 如今我站在时光的转角处 满心欢喜与期待 因为我即将要向她求婚了 我要许下一声的承诺 与她携手走过未来的每一个日子 屏幕前的朋友们 会为我加油打气 并送上祝福吗 我亲爱的女孩 你准备好了吗 等我来娶你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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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